经过数日的连续奋战 上海绿地足球俱乐部 终于在昨天晚上的12点 中国足协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 将中超注册书面材料 递交至上海市足协 后者今天上午 已经将材料快递给中国足协 至此绿地俱乐部 完成了中超注册的关键一步 按规定1月15号 是新赛季中超俱乐部 注册截止日期 由于受到转让影响 绿地俱乐部被中国足协 限于2月10号前 递交最终注册信息变更材料 不过受到历史遗留问题 俱乐部球员拒绝在2013赛季 工资奖金已结清的 书面材料上签字 导致俱乐部2014赛季的 准入材料一直无法办理 所幸经过两天协调 这一问题在昨晚前得以解决 今天上午上海市足协 已经将绿地方面递交的材料 以及上海市体育局 是足协同意生花连胜俱乐部 整体转让给绿地俱乐部 并同意绿地俱乐部 注册的一系列文字材料 一并快递给了中国足协 不过由于新俱乐部成立匆忙 目前仍有部分细节尚未确定 其中包括最受球迷关注的对挥 比如说我说一个吧 比如说就是商标 商标 商标因为可能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在手续上面 还没有最终 这个是比较 可能大家也会是比较关心的问题 你说是不是 就是它一个logo嘛 logo肯定是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它 我一定会在各种场合都会出现 有消息称 新赛季绿地俱乐部主场时的球衣 仍可能是熟悉的生花篮 而针对俱乐部的名称中 已经没有了生花文字 六大生花球迷协会 昨天联合上书绿地集团 希望能保留生花两字 对此上海市足协负责人明确表示 本赛季几乎没有可能 这个名字一经注册 在本赛季内是不会再有改变 也不可能会有改变 再来个这个字一经纪 作词中文字幕呢 without 继续